新北市三重 一名53歲的林姓男子 在中心橋下的跳蚤市場 賣電動工具 平日會把商品放在車上 同業歹徒見有機可測 就日前到停車場行竊 雖然盜用他人的車牌 但是換車躲避警察的追忌 最後還是被警察歸案了 那我們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他偷了這個車子 受害人載滿電動工具的貨車 到三隻與兩名共犯匯合 並且把這些張款的 這些張物再做一個轉賣 後來上門逮捕嫌犯 查扣約5萬元的 竊取電動工具 跟來路不明的張物 最後都送到新北地檢署偵辦 另外台北市萬華區 忠孝東路凌晨3點20分 發生了四車 連撞一名行人的意外 造成行人全身多處骨折 然後送醫之後依舊搶救不治 現場的狀況非常的恐怖 也非常的緊急 我們來看一下這則新聞報導 畫面中可以看到救護人員 頂著狂風大雨包圍受傷民眾 持續壓胸進行急救 並裝上供養設備 隨後將傷者抬上救護車送醫 台北市萬華區忠孝西路 凌晨3點20分左右 一台小黃司機下忠孝橋時 一名行人突然出現 由於黑夜加上大雨視線不佳 司機閃避不及撞上行人 行人倒地後 後方的小客車也來不及閃避 直接撵過 隨後加速逃逸 緊跟在小客車後方的轎車 再撵過男子雙腿後 停在路邊 沒想到後方的小貨車 也沒注意到 倒地男子再次撵過 他就從頭昏河倒這樣 衝過來我就撞到了 怎麼看得到 那團通通 站的人在指揮 就被他兩部車撞過去了 行人慘遭四台車連環撞擊 造成全身骨折撕裂傷 內臟重創 經急救後 仍在道院前死亡 警方針對留在現場的 三名肇事駕駛進行救測 都沒有酒精反應 目前也以調閱延路監視器 追查逃逸小客車駕駛 並釐清肇事原因 一號晚間板橋鳴泉路 一家義式餐廳 發生瓦斯外洩的死亡意外 餐廳老闆夫妻被員工發現 倒臥在餐廳裡面 沒有生命跡象 嚇得趕快報警 並且把兩人緊急送醫抢救 結果還是一樣回天罰術 當時警方人員到達現場時 是瀰漫了相當重的瓦斯味 更多的新聞內容 我們來看這一則報導 現場可以看到火吊科人員 在餐廳內拍照裁券 因為就在一號晚間 六點二十分 位在板橋鳴泉路上 這間義式餐廳 發生嚴重瓦斯外洩意外 老闆和老闆娘 兩人倒臥在用餐區陷入昏迷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破爆到了現場 發現現場的瓦斯濃度非常濃 然後得知這個關係人表示說 裡面有兩個人受困 那我們就趕快著裝入室 把兩個人搶坐出來這樣 可能是因為瓦斯濃度太高 導致自棋的部分 根據消防人員調閱店內監視器發現 老闆娘在中午時趴在餐桌上休息 老闆發覺不對勁要把他叫醒 結果沒醒來 自己也慢慢昏了過去 員工在一號傍晚五點多到餐廳 準備開店時 卻發現店門還沒打開 打電話給老闆和老闆娘 但都沒人接聽 現場還飄出了濃濃的瓦斯味 只好請老闆奶奶來幫忙 等到開門進入時 才發現兩人昏迷倒在地上 緊急叫救護車 將兩人送往亞東醫院 急步離台北醫院搶救 但還是回天乏術 聊天室的朋友 你們現在有沒有在討論淚火車 有人因為淚火車而被延誤到嗎 一起來聊天聊聊看 那我們再來看到 新北市新店一號 深夜十點半左右 發生砍人事件 26歲的無姓女子的前男友 不滿女子與現任男友交往 三人相約談判 沒想到前男友情緒失控 拿出欲藏的彈簧刀砍傷 現任男友 造成他左大腿三公分深的傷口 畫面中可以看到 男子坐在人心道上 伸直的左腳血流不止 把地磚和鞋子全染紅 大片血跡觸目驚心 救護人員到場 立刻幫男子傷口包扎 並將他抬上單架送醫 新北市新店區一號 深夜十點半左右 發生這起砍人事件 據瞭解被砍的 三十歲朱姓男子 因為與26歲無姓女子交往 引起24歲陳姓前男友不滿 前男友自認條件不舒人 叫來同伙共四人 與朱姓男子相約談判 雙方一言不合 爆發激烈口角 接著升級成肢體衝突 前男友情緒失控 竟然掏出欲藏的彈簧刀 朝著朱姓男子猛刺 造成左大腿三公分深傷口 前男友同伙見苗頭不對 上前勸架時也被劃傷手掌 警方到場先將傷者送醫 隨後帶著砍傷人的陳姓前男友 搜索被丟棄在草叢的彈簧刀 警員在路邊來回看了好幾輪 確認位置後翻下邊坡 將作案用凶器裝進塑膠袋 並把陳姓男子帶回派出所 全案一傷害罪前移送訪辦 台北市大同區一處舊警察宿舍 最近正在進行都更 一旁的民宅搭建的鷹架 一號下午突然倒塌 壓到對面的社區大樓 造成住戶的陽台遮雨棚 全部毀損 這個驚悚的畫面 也現在曝光 監視器畫面中能看到整座藍色的鷹架 忽然硬生倒下 揚起了不少 焉塵 還掉落了一些磚塊 及土石堆 這起意外發生在一號的 台北市大同區 有個工地的鷹架突然坍塌 砸到對面的民宅大樓上 可以看到當時還有民眾 就站在一旁 險些被砸中 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讓民眾都嚇壞了 而事後工地的相關人員也到現場處理 來聽一段現場的訪問 因為今天下午剛好有起大風 那所以說然後加上有下雨 那我們原先這個地方有做一些固定 那他那個建築物是比較老舊的建築物 所以說他那些固定點 不要容易鬆脫掉 那所以說因著這個大風一下子就把他吹倒了 據了解這個建築物是洞舊的警察宿舍 這天因為風大加上下雨 還有鷹架搭建不穩導致坍塌 附近居民嚇壞報警 警方抵達後便封鎖現場 並在路口進行交通疏導 事工業者也趕緊把倒塌的鷹架拆除 並承諾會把民宅受損部分全數修復完畢 而這起事故會交由主管機關 針對公安部分進行釐清